好,到下一套了 下一套,既然第三套,當然是ABC直落,當然是講C的啦 C?C級啊? 我想問AOA Channel,AOA Channel,C當然是C 不是的,AOAA,AAA的,不是電芯 C就是今季的動畫 就是龍之子Project的原創的動畫 其實C就是C,對的 理論上是,應該是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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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三個C簡稱 這套東西,開頭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我以為是 有氣王啊,想說,有氣精靈啊 我以為是機械人片來的,開頭看的時候 封面那個圖,我以為是召喚機械人片來的 不是啊,看簡介以為有些什麼,好像賭博物是錄的 或是數碼暴露 我們之後看了簡介,就以為是一種伊甸 全都被人玩了,其實什麼都不是 那我們現在逐步逐步說 這套東西其實就是,主題就是金錢 主題就是,講主角 水學共和 共和,其實他就是一個很幸運的學生 普通人 看起來好像很普通 要打幾份兼職才可以維持到生活 沒有幾份都只有兩份 不知道他還有沒有 對,就是兩份 對,就是兩份 然後,有一次因緣際會之下 不知道什麼基準之下,就選了他成為這個資產家 不是選,是推他 不是說隨機抽到他成為企業家 我不覺得,抽到他就做 不能選擇,不能說Stay Lo 沒有問題 我想直接說設定的事情 如果你說這個遊戲 當有人離開的話 會自動補充人數 無論如何挑選 總之一定有足夠的人數 算是遊戲 對 無論如何都要照顧人數 每個星期都有挑戰賽 肯定要找人來 因為有些人會破產 破產就要找些新鱗 當然,你說 什麼企業街 他們就要去一個叫做 金融街 金融街 裡面就戰鬥 去玩金融群合轉 差不多 我覺得真的差不多 每個星期Online一次 只要挑機對手 不,你不會一定每個星期 TINU pontos很下 Suit 好像不會 他說每個星期 義務一定要參加一場 但是沒有說 毫不義務的時間 可以跟他們連結 應該是可以的 他說最少而已 你的銀行太久 不會動資訊所困 就會被別人癌 ендワ commissions wherever 他說需要 很好 如果你可以說這個 approf include 要做開支設定 我感覺有些奇怪 我覺得沒理由資產會無緣無故,一個人無緣無故進入這個世界 他的資產令到金融街的資產在無中生有的情況下增加了 不會有人抽資產給他 說一次不明白 我明白,公募參加之前已經有了50萬日圓 一千萬 一千萬 我不會覺得有一千萬 總之戶口是由幾丁數到一千萬,一千萬就不知哪裏 如果這遊戲真是我們假設這樣 每一次有人輸了,破產,就會有新的參加者 會有一千萬給他們 當每人參加遊戲,一千萬是抵金 之前有十個人有幾個破產,一千萬就變了幾人 但現在再多幾千萬 那整個金融街資產會多幾千萬 但現實上現金是有限的 即是那些錢是何來的 那些錢沒有理由無緣無故變出來 但石紙也是印出來的 當然這個就還沒說 但我也猜到的 你見到後來說金融街是黑色的 周琳之是一些偽幣都變出來 印出來的 現金屬,不要理他 不知道,金融街的錢就很特別 當成為了這個企業家之後 你出來之後 你就會分辨到兩個不同世界的金錢 神事點 怎樣 不過其實你說 第一集我覺得那個位置做得好 第一集就是引主角落答 先給他五十萬訂金 然後呢 接著就是 那個人引誘他 你可以禁 都可以不禁 開頭說到主角說 這些不明耐理的錢我不會要 但最終他都屈服了在現實社會的壓力之下 因為他實在太貧窮了 因為他不是什麼都有錢 那就是 如果比起某人 他一定不會禁 那些錢都是用光 那就是啦 五十而已 給你五百 最終就是 他就禁了一萬元出來 因為你這樣提款了 而 接了個局 令人參加了遊戲 他自己拿來的 某程度上 某程度上 那傢伙是做得出色的 那傢伙是高招的 其實是 另外一種 你可以說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引誘 其實你可以說是 實際的利益引誘 有些預先預設一些落頭給你 他也是 事前沒有任何的解釋 告訴你有什麼義務 或者 成為企業家之後 要將自己的未來做這個抵押 有說到 他說了之後 但他才上車 他最底色是 他上車的金門街之後 不跟他說 怎樣打架 怎樣戰鬥 這就是重點 第二集裡面 我覺得 這套東西 本來第一集裡面 他帶出了這麼多的疑點 我覺得可以成為將力 但第二集裡面 我完全不能夠接數 你扔一個新手過去之後 不教他任何的戰鬥 然後就說 嗯 你自己努力了 你假假地都告訴我 張卡怎樣用 進入到魔衡的世界 你怎麼做張額都不懂 拋了上線 原來你 如果你不教他基本的守則 老實說 新手 他自己都說 新手的死亡率 是十幾年來裡面 全部秒殺給人 難怪 根本沒有說明書 要怎麼玩 我覺得 你只不過是 供應資產 給那些現在 現存遊戲裡面的人 廢物 沒有 他喜歡看 別人怎樣死 沒有 這件事從來都是很好的玩 我從來都是 不是這樣 怎麼 怎麼去動物園 人是這樣 你不合理的 這件事 不用合理 好玩就可以 當然不行 這件事 你講到那個世界 很多規則 你又要遵守好性 但你不講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怎樣在這個世界生存 你跟他說 你有一千萬 然後 出賣了未來 然後我就送你去死 他還沒用完 好像有幾千元 他提了錢 他連用都沒用 然後你就抓了他去異世界 就扔他 扔他 下火坑 這件事你不合理 你這件事 那沒有 即是 你一按出來 我不要管 你去按一下 普通那些錢 你已經用 即是 你一部有毒的電腦 你都插到手指進去 那你就糟了 那他一按錢 我覺得 其實是不應該不講 其實 沒有東西 病毒進來都不會跟你講 不是這個意思 即是 他講到金融街 之前說 你有什麼挑選的總質 即是金錢的定義 即是參加了義務 但到真正氣勇 要戰鬥北拍 他反而不講 那你不如一開頭 什麼都不要說 就扔他 以世界出道 死了 那豈不是就變回索馬暴龍 其實我剛才講的 全部都是附件內容 正式的文件內容 我完全沒有講過 所以我剛才說 為什麼他是另一個形式 QB 沒錯 他只是講一些最不耐用的內容 但最關鍵的內容 他完全一句都沒有提過 然後就 照了 珍珠出來 即是胡松堯 其實我們看到他的另一套原因 當然是胡松堯 主角應該不死 跟之前 另一位新人說沒有死的那樣 抽到一個好癡 找到一個可不可以契一獸 他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不是 你不記得嗎 那條死肥仔 用什麼小資產加急小型攻擊 打那麼久 打不死 但他一個中型攻擊已經搞定了 人家覺得那些是300萬 最後一出大朝鮮500萬 他一出出1000萬 這又是另一個 這套不好的地方 就是在他們的 戰鬥 還有另一個資產家 他現在是 肥仔 他們戰鬥的時候 你會看到 另一個人 疑似老手的物體 就說了很多不同的 術語 三角 那個人叫 三角 不是三角 三角 是另一個人 就是丟那個肥仔 肥仔 他說了很多術語 就是 將錢 變成戰鬥力 轉一張卡 那些 那些 要支持未來前 取得 今天 HP 和NMP 這個 某程度而言 不好意思 說一句 我覺得他和笨蛋 戰鬥的級數差不多 他這層的戰鬥告訴我 誰 要贏 不是 畫面下過後 首先 一千萬 應該理論上 功亡 他只得一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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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他只得一千萬 然後 他只得一千萬 然後 他只得一千萬 他每一次 珍珠中招 他的資產是會減的 你怎會出到一千萬的招 你賭罵頭片 你現在 好像沒有實際情況說 中招會扣錢 有啊 有說 有說 珍珠說 你不要不斷中 每一招都會 是公和中 才會扣錢 但他還會扣錢 所以 這就是另一個問題 我可以想到 他的計法 是打完再計 還是打之前計 如果看那個數 其實一千萬的資本 是真的說 是你的戰鬥力 無論你的東西多厲害 就非常 你那一千萬 如何運用 而擊敗對手 但對手說 我肯定 如果你說 最終結果 他就有三千 主角 三千幾萬 落袋的話 而中途裏面 那條 那個肥仔 的資產肯定超過五千萬 但他都用招 用得幾台 他最厲害 都是用五百萬 為何我覺得 你說新手一定會死 你當作一個老手 如果你真的說 錢多的話 錢多壓死你 其實壓死你 很合理 錢多就是壓死人 沒有技巧的 我純粹用錢來壓贏你 其實我解釋 不過你解釋肯定有問題 那就是 說出來先 再提示 信用卡 可以先用未來的錢 雖然工獲 雖然當時沒有一千萬 這麼多資本 但可以預支一千萬 才借 不可能 不可能 這麼厲害的問題 就是問題 或者你說那個肥仔 其實那個肥仔 其實他很有戰術 他每次都用很少很少的錢 因為其實 他剛才中途都說過 打打打 他虛了本 因為其實你見到 那條數 其實 用招太多了 他可能已經用超過一千萬 你只有一千萬 我打贏你也是只有一千萬 但我用超過一千萬去打你 其實很簡單的 你想一下 最終兩招一招是三百 一招是五百 即是已經用八百 之前還有小招 那就是 所以一定高過一千萬 他虧了一張 他說他虧了錢那一刻 其實你能夠理解 他的意思是怎樣 因為 在工獲身上 你已經賺不回你的錢 但是那條人 就叫做什麼 沒理由 衰在新手身上 虧本 也要把你打贏 然後工獲 無緣無故 用了一千萬 所謂的招土 招土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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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理由 沒理由 我想要提一下 其實所謂的招土政策 其實不是一種 戰術來的 是一種戰略來的 其實你可以追溯回 古代裏面 全部招土招 讓你沒用 拉長補級線 讓你自己打 這就是二次殺的大戰 蘇聯和德國打的打法 中國也是 中國都經常用這招 中國自己拆自己跳路 很划算 自己查三個字 或者看火鳳療園 火鳳療園沒有這些 對 繼續 這一招 在我明白 什麼叫招土政策之下 我完全是不理解 這一招的名字 和這招的定義 令到怎樣可以打贏 招土政策之下 燒難快地 不要理會 那不是Pokemon的大字燒嗎 它是地屬性 你不要告訴我 哦 只要噴火就算了 後來這條女的紅色 差不多是噴火的 不知道什麼理由之下 就是因為主角關心資產 即是珍珠 就贏了 不是 是活蟲耀必成 那當然 這條女的紅色 那些不知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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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有殘力 第一位說三國會贏 因為她也是一條女的 真的 膽敢說話 挺好的 我覺得不是 最簡單的是什麼 一個出色領犬員的成功條件 就是你很愛犬 講完 其實這一集 如果我覺得她處理手法 做得更好的事情 就是 陳曼牧 她應該是開頭給了一張卡 之後 然後 就應該在第一集 那時候 就已經被珍珠出了場 先 就被珍珠 被主角見到 然後 再跟主角說一聲 你的決鬥 就安排在一天之後 你有什麼問題 你問你自己的資產 她說話 不應該是 打完之後才叫 你有什麼問題 你問自己的資產 你應該是打到前面 就問她說 問一下資產 究竟有什麼 然後你可以說 資產小姐 珍珠 她說了所有的規要出來 但是 說了不代表會應用 但是 你起碼就是 給觀眾知道 這一場決鬥 那個肥仔 他究竟 多麼老手 你都要告訴我 他有多麼老手 我就是知道 他不斷扔錢出來 賺錢窄 然後 你說外戶 就是 可能 用錢打的時候 可能 珍珠都會受到傷害 而令主角 不忍心 而不敢用 你才顯得 她是真的 愛戶 她是真的 愛戶自己的資產 或者 其實真的是 守財盧而已 不可以這麼說的 不是的嗎 你都可以 黑一點的可以這樣演 但是 如果現在的表現 就是 因為主角是什麼都不知道 的情況之下 他都不知道 那個叫資產的人 究竟是人 還是什麼 連怎樣用他都不知道 他受傷 說 你怎樣 以他這麼正常 這麼正常 這麼正常的人的反應 我覺得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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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 不是 根本一開始就 不要當那些 是非生物 他根本是未了解 這件事是非生物 你要明白 其實是概念性 應該是概念性 資產模型 某程度上 他好像當了 某些類型的 女主角是非生物 一個動畫的男主角 正常表現 要不然就沒有戲唱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 或是胡同仁的粉絲 都會沒有戲唱 第二集裡面 他的表演手法 他調轉了 他應該是 把後面的演出 上頭 或者是三角 看到他 那時候 你可以這個之前 之後都可以 但是 起碼你一定要 給主角知道 應該是給觀眾知道 規矩 主角知不知道 或者他了不了解 都不重要 是我們不了解 就是很大的問題 當然 去到現在 第二集裡面 就說三角 因為看到 大家叫做 臭味傷頭 好像有少少 都是同一類人 然後就邀請 大家都有羅莉 捉重同學會 原來 我有此事 原來 那不是羅莉 張卡都是她美女 別管她 其他都是怪物 她是美女 既然是公平 然後邀請公摩 應該說 如果她想知道 什麼的話 就找她 挺好的 結識一些朋友 答案 當然要有朋友 對的 我的朋友很少 去到這個問題 其實大家對這次的原創動畫 其實 撇除剛才那些 大家覺得怎樣 其實我覺得不錯 對的 我也覺得是挺有趣的 其實 不是 概念上 把網坑裡面的數字 給了金錢 我覺得 其實你說 如果說到這麼商業性的話 應該真的 用一些 叫做商業戰的手法 去對抗拒手 對的 我覺得她可以 這樣玩一個復筆 就是當三角 和男主角 之後 商業 可以一邊做一些 另外做組合技 商場的組合技 合中連環 怎樣做什麼 即是現實中 他們有一些金錢 其實你說這件事 好像說 在資產那裡 其實我覺得 應該可以 暗地 好像有收購 玩收購 即是買人 所謂的商業戰略性的 原則 好像打得下 其實你可以說 三角 你可以說 那一場 其實我 開始想的時候 為什麼主角會贏 不是主角的實力 是三角見到他 和珍珠 即是他 這麼 體重珍珠 看到自己的影子 看到自己當年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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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收購了那個人 然後令到他的實力大逆 然後主角才可以 用招土政策一下子 都說那個不是招土政策 都說那個不是招土政策 不是招土政策 他想認識一樣 金錢就等於力量 你有錢你就代表你有力量 對 而且他比較 有個瀑布就是 將來會發生一些事 其實為了金融街的錢 流入現實世界之後 早已經流了 加上現實世界 可能的錢流到金融世界 吞了去沒有發出來 就應該會 可能將他主動了現在的日本經濟 你為什麼說到這麼大 其實他講的設定中 金融街 其實已經是 混了進去 兩個世界已經物不可分 是由錢這個概念開始 已經是存在 你當是一個神的世界 一個金錢神的世界 你常人的未知世界 但過去一直存在 暫時說很多東西都未知 但是整體上 他很多元素是吸引的 但是我只可以說 首兩集裡面 他做得不太出色 元素是足夠的 元素是足夠的 但是動感方面 我覺得還可以的 對比零樂頭感那些 我們開始再說 像動畫公司的質素 這個世界都不同 我最搞笑的是 其實我覺得第一 二集裡面最搞笑 就是 真板木就 好鬼 我覺得其實 神出鬼沒 尤其是第二集裡面 他明明還未說完 還未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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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未消失了 不是啊 他說我走了 再見 然後又有在 然後他說 有什麼你再找我 消失了之後 還未說完 你還未走嗎 QB也是這樣的 神出鬼沒 那其實這個我想 日後再看看 他的 有待觀望 但是暫時 感覺良好 有吸引力的 但是 首兩集做得不好 第一集可以 第二集做得不好 如果有狐蟲 在這裏呢 現在你吸引到一些東西 嗯 很同意 這個人 但他在現實世界 和他的資產溝通的時候 那些畫面切入都很特別 對 過去來說是少見 我不肯定是未見過 或者是通常都是 要是就會 得主角在 其他人看不到 對 因為通常過去 如果你說這些 異世界的形象化 都可能在一張卡 那張卡 可能斬斑斑斑 有把聲音就算了 那他將畫面 突然有黑色的東西 他好像有個干擾 他又可以 兩個世界的融合 兩個世界不同 他們在主要兩個不同世界的平衡面 珍珠是不會去到這個世界的平衡面 出來一樣 但是我覺得他做得成功 這個真是過去少見的 還有我最搞笑的就是 入異世界要搭車 要搭那麼長 不是啊 好像龍騎那樣 去異世界要搭電單車充 人家要付錢 人家要 夾的士要付錢 夾的士要付錢 夾的士要付什麼 666美元 要付日元 要付 660 有幾千萬 六百多元 六百多元 拿在i-tune買六隻歌 百多元的遊戲 這套值得觀望 始終都叫做 我們應該支持一些原創的動畫 今天有很多原創動畫 沒錯 那我們就去下一套 原創動畫 沒錯 那我們就去下一套 原創動畫 沒錯 沒錯 那我們就去下一套 謝謝大家